過去這個星期 市場風起雲湧 曾經一度打穿三萬點 去到29,700多 接著昨天來計算 一穿了之後就反夾上來 上30,200 在過程中 令到大家真的魂飛拍散 亦都是肉仙肉死 覺得比較壞 好友繼續在下面鬧 淡友就被他拎來拎去拎到都沒有信心 但問題就是 經過昨天那一刻夾一夾 今天早段開高 覺得很奇怪 昨天來計算 很多都做了淡 說真的這麼有經驗的網友 都有問過我 為什麼這樣 美股跌四百多點 昨天來計算 港股不開低 還要開高 之後才撒下去 又夾上來倒升 究竟市場很強 還是大戶很毒呢 經過今天你就會發現 不是市場真的強 是大戶真的毒 大戶做市的手法 層出不窮 基本上你要控制市場節奏 就是有它的辦法 昨天毒就毒在一樣東西 美國跌 我們不跌得多 然後再撒一口下去 以為穿 他就反夾上來倒升 令到淡友 醫治不夠的就吞一吞 好友就繼續衝進去買 引到不少散戶 進來買貨 好了 今早上午再多磨一下 在上面 你會看到 為什麼美股跌 港股要升 然後今早就會說 為什麼美股跌 港股又升不起 還有一個疑問的時間 你會發覺市場真的經常錯 市場真的會不斷製造假象 只要大戶在盤上收下放下 或者托一些其他的股票 引你看得以為好 實際上明修棧道 暗渡陳倉 這些手法在過去做過很多次 包括有一層 騰訊是沽下來的那層 頂住那些信譽 鋼殼那些來做個假象給你看 一會兒我會詳細給大家看一堆圖 大家真的要想貼士的話 就要學多看圖 圖表有時反映現象出來 讓我們有一個概括的感覺 我們所說的市場感覺 真的有時要靠不同的環境去衡量判斷 不是單單看我閉上眼睛進去 買什麼 買了在這裡等就算 沒有那麼簡單 現在的事沒有簡單 而且還會有很多做市假象的情況 引你們中招 其實過往我也有來不來提及 最近就很簡單 405元騰訊是鐵底 這件事已經深入民心了 總之一落到405元就叫買 待會講到騰訊的時候我再詳細說 今天分兩次和最後有一個投資教室 最後投資教室就講新股 新股其實都牽涉到內容 有涉及到莊家股 莊家怎麼做市的方式 新股為何每一隻會升得那麼厲害 但是近期已經發覺第一天追下去就中伏 最經典的就是這兩個星期 一隻就是天命茶 賓史國際 天命茶 另外一隻就是一百毛 毛記葵聰 如痴如醉 大家在抽之前和上市那天 接著就拚了東西 為何會這樣呢 11元最高 跌下來3元買都要死 是要死 因為根本3元都不值 在投資教室那一節我會跟大家給一個概念 有些網友反映說 我那個大師投資教室教的東西 可能還是太簡單 或者不夠深入 我想原意 起碼因為我們的網友支持我們的自己有 其實大家有不同的經驗 所以我要遷就大家 給大家一個起碼對股市裡面的一個基本概念 知道股市是怎樣玩遊戲 來慢慢去成長 往後我都會慢慢加一些深一點的元素 但我怕一下子太深 大家接受不了 反而達不到效果 好了 先買高白 因為我們這一節 第一節 會在YouTube上放 順便希望多些網友支持 多些自己有贊助 其實我們放上YouTube第一節的部分 觀看一直都很穩定 3、4萬個 還要看市況有沒有大波動 我相信這集 在YouTube的觀看 那個瀏覽人士應該更加厲害 因為今天出現了很多問題 我亦發覺 你們進去看 盡量去D100上載 因為我發覺外面有很多YouTuber 他們真的偷了一些視頻 把D100上載的視頻 然後放在自己的頻道上 全部都是賺到自己的頻道的收視 大家要支持的話 就只D100上載 D100的頻道上載的那些 我的影片你才會看 其他人那些你不要看那麼多 如果你要聽完整個節目 上下兩節 加上大師投資教室的話 大家要鼎力支持 我們有一個季度的一個package 就是450元 13集 如果你現在加入 都可以聽回之前幾集的 全集的內容 上D100.net或者上環地鐵站 E2出口的D100的專門店 不用上樓上的 賣票的大堂那裡 在出口的位置 就看到我們D100的專門店 在那裡報名就可以了 我們過去這兩季做過這個節目 上個月三月份的時間 我們嘗試重溫當時 其中一集就是3月14日 我給大家一些提示 關於將會發生的事情 在3月影響大事的因素 我們看看3月份港股危機 這裏就給我3月14日的節目裏面 這個3月港股危機 當時我指出最大的第一個看法 就是騰訊業績之後轉角 我不是想認真 但是我也不希望說認真 因為很多人說我 很早你已經看淡騰訊了 一邊看一邊升 升了那百多元 你都不懂得去賺 諸如此類 就是因為我們信奉基本分析 我就信奉價值投資 我覺得騰訊是危險的 我就不去賺 因為我怕我成為幫兇 就推所有無知的股民走去死 因為你能下答 你就跟著會下答 我要告訴大家 在那個時刻 其實騰訊已經佈入了一個不合理的價值 只不過股價要上 股價為何會上 100毛都可以過意上市炒到11元 騰訊一樣可以 不過上完去你不懂得走 你會死人 跟著那些壞事出來的時間 你就會死 你要記住一件事 股價的反應 很多時候都只是反映了非理性行為 所追逐的價格 如果你是追逐價格 而價格當然離了合理價值很遠的時間 每天都是一個危險 不過 很老實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有這個危險發生 這個危險最終發生 你可能發生了 落到405元了 那天你才醒覺 然後彈上來你會走 但不是每個人都會走 我起碼要提醒一些不懂股票的人 有個戒心 對不對 這件事是應該要做的 因為我的基本分析是沒有錯的 就算你說騰訊在340元 第一季業績出現之後 再抽到470元也好 我的分析都是沒有錯的 對不對 我一直跟你說 騰訊現在問題在哪裡 跟著會去到哪裡 跟著那個股值的問題 你說騰訊為什麼要跌 貴就要跌 不應該到這個價格 就要跌回合理價 火星的價格當然要下地球 對不對 沒有的 真的沒有解釋 也不需要解釋 因為之前已經告訴你 叫你不要買 好了 你說買了升上去 跟著高位走了 還賺很多 你厲害 但是你是在做投機賭博的行為 對不對 你買不是因為你看對騰訊的業績 或者表現 價值 而是你看對勢 跟勢炒 你問我中間有沒有買過騰訊 我也會有 但是我是當好像炒一百毛炒 炒賓士一樣 就是說 總之中我就要走 不對路就要劈 不是說到四百多元還叫你 不怕買 一跌就買 一跌就買 拿著它長線 我一直都說騰訊 這半年我都是這樣說 騰訊是不應該在這段時間 去買入作長線持有 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我這麼肯定業績出來之後會出事 就因為差不多了 你鋪排的東西 搞到市場一面倒的情緒 已經側在一邊 跌就應該了 現在就棘手了 我真的不會再回答 坐了艇的騰訊的投資者 怎樣做 老實 要走的 第一 不應該買的 如果你相信我分析 你認同我的分析 早就不應該買 第二 高位你一定要走 第三 出了業績那天 你應該走 第四 出了配股價 下到405 反彈 一定會反彈的 405 我都在其他節目 或者媒體講過 405反彈上去 483 484 都要走 那一刻你不懂得指示 你現在叫我 叫你指示 真的很難決定 因為有很多已經很傷 3月的危機 騰訊業績已經第一 3月21日有個大市轉勢 由3萬1千9 插到下來 現在3萬邊 兩會國策 我是看淡的 我說 兩會之後一定動手 對A股 因為那些人收拾位 準備動手清洗 清洗什麼呢 過往違規的東西 都挖出來 過往甩漏的東西 鬆了 給別人上下其手的灰色定帶 正在收拾 你看到他成立一個叫做 銀監保監管理委員會 放了到人行去看 而銀行副行長就是葛樹清 那你就知道什麼事了 所以內人內險 突然間今天已經開始動手了 是不是 又是弱了 其實不是突然間的 這段時間都會普遍 整體上都是弱一些的 所以你明白為什麼 內人內險不能碰 你看大行報告 還在撐著 還說內人股的資產質素改善 什麼股值便宜 諸如此類 我都說 股值便宜 股息高 這件事 我叫人買的時候 那些大行說不好買 不是買入的理由 現在去到高位 他不斷唱 對不對 還有 資產質素 我一年前 年半前已經說了 資產質素會改善 你們又說不會 好了 現在交成績表 炒上去 你現在才說會有改善 改什麼線 接下來會差 說過很多次 接下來來人的質素 那個 貸款資產質素 國外外賬全部會off 所以不能買 明白嗎 大行報告 真的 對不對 內險股 將會還有很多的政策 會出來的 有一些過往 內險為了業績 而出一些不合理的保單 去吸引人買保險 這些將會 也會受到嚴密的監管 和限制 所以它的增長 不可以期望這麼高 錄金鎖更加 即2318 平保 我一說平保差 就很多人過來為我 當然 吹得這麼好 大家上車 我就告訴你 錄金鎖拆不了 對不對 現在 內地已經出了一些規範 有一些業務 是需要拿金融牌 是受金融機構監管機構去監管 而錄金鎖是沒有牌的 那你說死不死 所以呢 他那個營運總監 那個事業線 說今年上不了 雖然否贏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今年上到的機會真的很低 即是 就算是最快 也要第四季 美國意識 事後沒有大變 但是因素一直滲出來 中美貿易戰也是 不是野小 現在來說 發酵 特朗普的管治危機 曾經我給了一張照片 我們看看下一張照片 國之將亡必有妖孽 我不是說特朗普是妖孽 但是 毫無疑問 這次的貿易戰 搞到這麼嚴重 中國剛剛再給了一張名單 說要反擊 真的包括大豆和汽車 大豆很大件事 為什麼呢 大豆影響到內地 很多內需的原材料 包括做牛奶 威治的那些飼料 都有很多大豆成份 所以你預計了 內地消費物價的通脹會來 不僅內地 美國也會來 這次影響很大 現在道指期貨跌了五百多 夜期繼續插到二萬九千一 一步到位 我真是想不到 好東西 那些大戶做事做得厲害 好在我一直忍著 拿著淡倉不走 一直用方式去套 真是一步到位 今天來你一棍 禮拜五回來就搞定你 上個星期 其實在第二節的時間 我給了一個策略部署大家 我想重溫一下 待會第二節 我會再給最新的新的策略 但是有些都類似 我們看一看一張 slide 就是上個星期 我在第二節收費時間 給大家一個策略 長線投資者繼續持現金 不要問我買什麼 我看到今天我出了一個POSE 在FACEBOOK 叫大家有什麼問題可以問 我嘗試在今晚節目 抽幾條還可以討論的問題 就回答大家 另外個別我會文字回答 有些我都回答 不過下午的市場太忙了 不要回答了 今晚才回答 都應該不回答 但是我竟然發覺 仍然都是 每個人都問 買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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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什麼貨 買什麼貨 拿錢 其實市場 我們這幾集這樣分析 加上一集的投資教室 我跟大家詳細去分析 牛市、熊市 已經說明 其實我怎麼看 市場是否轉了熊市 當然 當然 我自己覺得 真的 欠在一些數字上 還未完全確認 但是等到確認 已經問到份了 我們是靠經驗 加上一些環境分析 包括市場情緒 股份的股值 未來的前景 經濟和業績 現在還有很多人告訴你 現在經濟還是好的 經濟沒有差 到知道差的時間 滯後都很重要 你知道數據是半年後出 數據要反映 已經轉了差的 一定是九個月至一年 所以為什麼經常說股票先 經濟九個月 六至九個月 就是這樣 真正懂得股票分析的人 是會分析到 未來的六至九個月的情況 是不會等數據 等數據確認已經下去了 你要明白一件事情 所以為什麼一直強調 這個範圍出的業績不重要 因為這個業績是去年的事情 我看著去年的事情 怎麼猜到將來 我看著去年的事情 只知道它做到什麼程度 跟著將來是做得好 就不是看去年做得好 是不好的 對不對 這是最基本的 入門做analyst 做分析員 最基本的概念 對不對 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這樣不會背負 拿著舊的數據 去年也是這樣 我們現在這樣 猜合情合理 完全是出來現實的 恆子如果破29,800 直至291、29 今天破了 昨天還沒算 因為破一破 馬上彈上來 在一個假突破 今天的跌是慢慢壓下去的 18.18點壓下去 壓到最終穿29,800 那一刻 在下面上不回29,800 停了30分鐘 在那一刻 就開始準備來了 結果收市的15分鐘就開始來了 殺下去 旗子跳下去 可能就是配合 應該是中國出的 反擊的名單 一路下去 夜期到位 29,000日 老實說 來到這個階段 都頗無奈 如果你之前一路沒有做功夫 二月 三月 三月的反彈完之後 你沒有走 好了 三月尾 利用騰訊平保業績 再放多一下頂 你沒有走 殺了下來都未知訂 去到昨天都覺得沒事 甚至乎買貨 去到現在 又很無奈地都是說 跟樓市一樣 我可以幫到你的事不多 最終是你自己計算自己的數 你自己決定 你拿這麼多貨 如果真是紅市殺下去 很深很深的時間 你成不成熟得起 你的彈藥能夠熬回 第二 你可不可以做到一個決定 放得下包袱 將你的貨 止蝕 但你現在止蝕 如果他抽上來一陣 你不要又被他影響到你 你自己的情緒能否控制到 所以其實來到這一刻 你真的覺得進退兩難的話 你不如做一件事 投降輸一半 走一半 留一半 這個不是我最想你做的事情 但是 因為現在已經去到一個階段 又破了大位 沒有辦法之中的辦法 起碼一件事是保存你部分的實力 保存你部分的彈藥 來等一年至兩年 紅市限遠 在底下再重新入場 中長線部署是真的以連計的 所以有時候很多人只是爭招值 說我今天說完跌 明天又升了 那怎麼辦 你說這些沒有用 沒有意思 因為我要教大家 在一個週期的分析和判斷 還有在一個週期裏面 最穩陣安全的方法去賺錢 你問問身邊的人 你說去年年終入場 到現在 是不是還在賺錢 你想想 一月升了三千多點的浪 那些 現在嘔吐了沒有 有一些 致命是職業選手的基金經理 你問問他 一月賺的那些錢 現在嘔吐了沒有 去年賺的那些利用 現在嘔吐了沒有 是不是 有很多事情自己心照 基金最大的問題是 他不可以清倉 我叫大家一股不留緊是可以 我們散戶 你普通投資者 那些錢是你的錢 你一股不留緊是可以 但基金經理不可以 因為他如果清倉 他違規 那些投資者對他要求很高 那怎麼做 就是賭 所以很反對 我經常叫別人一股不留 拿現金的 所以就這樣笑 笑你們拿現金 你再過一個月 你看 你拿著現金 那些人還敢不敢笑你 到時候 我們也不會這麼壞 我們也不會笑別人 拿著股票 全身蟹貨 輸了很多 這件事我覺得不應該做 我覺得很可笑的一件事就是 真的 譬如說你投資壞了 拿著蟹貨 輸了 我只會是 很正面地 就說大家看 如何在接下來 去做好 我不會去笑別人說 你不懂套演 但是竟然有些人會笑你 我不賺那一節 我不賺那一節 我拿著現金有什麼錯 都會笑 我經常說 這些就是畜生說的話 是畜生的始終也是畜生 所以去年 我曾經作出一個講法 一個建議 在文章那裡 在一個專欄 我都說 不單止是現金 還要將基金 全部 redeem 熟回 這件事是很得罪人的 但是當然 有些人群起而攻擊 就叫我不要 不要相信我 因為 你真的 那些投資者 如果去年賣單 算數 redeem 那基金就縮了 收就收少很多錢 對不對 那這些就是阻人發達 但是你看回頭 現在他們輸回你去年賺的錢 但是基金經理是分了紅 不會吐出來 那你說 是不是自己愚蠢 對不對 所以有些事情不要太過短時間 好了 那 導致 前天跌到23,300左右 反彈 反彈上去之後 現在 今天這樣小 我估計到最終 不是今晚 就是這個禮拜尾 或者最遲下個禮拜初 應該穿23,000 那下跌是22,200 至22,200 那應該會下個禮拜做 這下跌 如果導致真的穿23,000 下跌22,200 的話 那港股理論上 29,100都會穿 那就見28,000 這個 其實我應該在最下節那裏說 這裏只不過 我們review上個禮拜說的話 那策略上 那策略上怎麼做 黃金照買 看千四 那你見 叫大家買黃金之後 金價飆了一陣上來 最重要 真的是 人民幣系 看跌 美金準備升 有些圖我們逐步逐步去看 我們先看下一張圖 這個就是黃金的走勢 我畫了一個高低位 其實我一心 其實之前 就希望趁我美金彈那下 金價會落到1300元以下 在那裏叫大家大手買 可惜時雨原為 1310、1305這樣做了幾個腳之後 就飆了一陣上去 所以我上個禮拜叫大家 趁黃金落回來 一三二幾 怎樣也買得住 有兩天的時間 是落到1325、1327 有時候策略就是策略 看那個環境就沒辦法 就算1327你買了落山千三 我就扣了 因為那個方向是要上 好了 那一刻不買 現在金價就開始飆了 今天的港股一跌 美期一跌 金就飆上來1347 留意著 上面那條藍色線 如果升穿1360 一下飆得很厲害 策略一會兒 第二節那時候說 另外看看美股圖 下一張圖 這幅是美股 仍然一個下降三角形 之前對稱三角形穿了之後 反彈上不到 又是下降三角形 又是一個小型頭肩頂 又是聚在三角形底部那裏 那就是23,300 這個位置 如果一穿的話 就下降下面 下面就真的看23,300 但是大家有沒有發覺一件事 美股跌和升也好 道指的情況 已經比蠟子好 之前不是蠟子 但是蠟子數比較厲害 我記得上個月的時間 曾經是破新高的 那一刻 道指是上不了的 我們看蠟子那幅圖 你就知道那一刻破新高 是為了什麼 近期很簡單 跌的時間 蠟子就跌多過道指1% 升的時間 蠟子就升少過道指1% 來來回回 你可以看到 三月中 蠟子創新高 三月頭 蠟子創新高那一刻 跟著殺下來是怎麼殺 我畫一條藍色線 跟著有個圓圈 告訴你 這個就叫做 如果技術上叫做倒形頂 倒形頂有一個裂口開了上去之後 跟著在上面反覆幾天之後 一個裂口開下來 形成了好像一個孤島一樣 四面環海 那下創新高就是一個倒形頂 跟著單日轉向 劈了下來 這下厲害 抽得到創新高跌下來 跌下來 跌了就會有急過的道指 那現在你看看 那些位置是蠟子6100左右 第一次差不多 因為接下來有很多圖 我們休息一會 先聽這首歌 這首歌又是有意思給大家的